欢迎大家来的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发生事挺多 我说发生事挺多 是因为连续几个事情叠加在一起 首先就是古开来这件事情 据说有了定论了 综合古开来这件事情有定论 和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胡锦涛在北京已经见人了 温家宝到了浙江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 应该讲说北戴河会议已经敲目声结束 所以跟所有人预期的情况又出现了距离 就是什么时候开似乎都没人知道 只是7月25号26号的时候 看到习近平他们在北戴河 当时我们认为呢就是已经开了 但是网上很多朋友认为呢没有开 我们后来就提到说 古开来宣布古开来8月9号这个开庭 应该那个时候就在北戴河正在开会 那现在反过来我们看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差不多的 当然网上爆料的消息呢 有人说甚至推迟了这个那个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确实北戴河会议开完了 北戴河会议开完综合整个的状况呢 我们感觉到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看来胡锦涛是很想把很多事情呢平稳的转给了习近平 而在这种过程当中呢胡锦涛呢也确实在处理一些有关 比如说跟薄熙来有关的人 或者说在过去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呢 就是从3月4月5月6月甚至到7月 有一些声音不同的声音跟他的意见相左的人呢也被他拿下来 但是呢被拿下来的人呢相对来讲呢 他的后台呢相对要弱一些 而围绕着薄熙来这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非常的安静 那我们先看看网上 BBC首先一篇报道提到呢 谷开来的案子呢已经宣布将在礼拜一有一个结果出来 报道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谷开来杀人案宣判日期呢已经被确定 路透社引述了安徽省新闻办公室的副主任叫做郑明武 说法法院将在将在星期一上午9点钟 就谷开来案开庭并且宣判 那文章紧接着就回忆了当时8月9号庭审时的状况 特别强谷谷开来呢承认所有的罪名 那大家现在的讨论的焦点就是是不是能够躲过死刑犯 因为在新闻稿当中呢提到呢 特别强调了谷开来是为了保护儿子而动了杀机 怎么怎么样 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呢 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从现在算一个星期里面呢 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庭审的过程一切的一切 用一个他的故意杀人罪呢 来掩盖更大的罪责 而这更大的罪责呢 今天在网上呢 炒的包括国内的朋友呢 炒的非常的火爆 那就是谷开来薄熙来王立军直接参与了 从大概应该是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开始 全都参与到直接摘取 包括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内的 贩卖尸体在内的所有的这种灭绝人类的这种罪行 而这件事情呢 今天在国内炒的非常的火爆 而且很多朋友呢 我昨天看到一个最新的呢 有个网友呢 来到了大连哈根斯的原来的这个工厂所在地 发觉呢 工厂呢 一片废墟 而贴的一个封条非常怪 这个封条呢 是2012年2月29号封的这个条 封的这个门 那就这个时间就很特别了 德国之声针对现在媒体上的报道 国内网友的这么关心呢 曾经对哈根对哈根斯的儿子进行过一个专题的采访 我们将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内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呢 其实看他怎么审判呢 似乎大家真正的呢 并不太关心了 更关心的 为什么用这件事情掩盖了活摘器官 贩卖尸体的那么样的一个罪责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比较震惊的 或者说比较佐证了 我最一开始的一个看法 讲北京日报社的社长 梅宁华被免去了党组书记的职务 这个报道呢 实际是法广的一篇报道 在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8月15号 北京市发布了地方人事重要的任免消息 那包括市委 包括市政府 其中比较瞩目的就是 原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的梅宁华 被贬任为党组的副书记 这条消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 那这里特别提到说呢 梅宁华被免去党组书记职务 并任党组副书记 但也无另有他用的这种说法 而现在的北京市委的宣传部的副部长 严立强兼任北京日报社的党组书记 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讲 就是梅宁华呢遭到了处分 这就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记得在5月份的时候呢 梅宁华就是北京日报社 曾经发表过社论 矛头直接冲的胡锦涛 这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 所以这个文章里呢 也提到说自3月份 薄熙来事件以来 北京日报社曾经发文 叫做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那变相的在挺薄 那实际这个文章的大概是在5月份 其实已经打斗的非常激烈的时候呢 非常较劲的时候呢 出现这样的消息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梅宁华呢 肯定是遭到处分了 而遭到处分这样的做法呢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对比张海洋 对比刘元 那出现的状况不太一样 包括对比这个黄岐帆 出现的状况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 应该说第一他在北京 他掌控着北京日报社 第二呢 他说明了胡锦涛 针对这样的官员呢 应该有个定论 下手做了 而这个下手的结果 应该是北戴河会议当中呢 有所操守 有所作为 也就是伴随着谷开来 案子的开庭 伴随着王立军的案子的 这种密审已经结束呢 在处理这个薄熙来之前 在公开处理薄熙来之前 要把相应的人马呢 给他打掉 这是比较清楚的一种信息 正是我看过这个消息之后 你如果再对比黄岐帆现在的位置 张海洋现在的位置 刘元的位置呢 我们就感触到呢 胡锦涛在处理这件事情 他一个大的宗旨 要维护共产党本身 但是在具体处理的事情过程当中呢 一些关键的人马呢 你只要我们大家能商量好了 我们就能合 就这么着了 那对于差一级的官员 梅宁华就属于差一级的官员 那这些官员 在坑截上找了总书记的麻烦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人绑他 他就变成了活该了 所以这就我们感觉上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很可能把等大的事情呢 几乎和盘都要转给习近平 转给十八大 我们从这个处理本身上 有这样的感触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调 大家知道这个香港人 其实全加起来一共有十四个人 而登岛的是有五个人到六个人 那在这件事情上 在国内出现了一冷一热的这种状况 冷呢 就是香港人刚上去的时候呢 冷突然没多长时间就转热 所有的媒体中央电视台滚动新闻式的这种追踪报道 那这就反映出中共上层的一种方向 而这个方向呢就是说一开始他怎么报 没有人下命令 没有人说 但后来滚动式报道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是为了能够在网络上转移方向 转移方向是当时讨论活摘 讨论大连这个贩卖尸体 这个进行尸体展这件事情呢 网上已经讨论了很多了 那件事情触动的呢 直接挑战的是谷开来庭审的 这种作戏的这种做法 那在这种冲突之下呢 中共利用香港人的这个做法 香港人登上这个钓鱼岛这件事情 挑起了中日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个冲突 再次用了爱国主义 可是他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非常的棘手 所以我们出现了 只许官方这么说那么说 网上这么讨论那么讨论 但是老百姓的要求全都给删掉 老百姓想上街进行游行 全都给拒绝 所以你不能让具体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只许你在网上发表一些爱国主义的牢骚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那法广呢 登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保调人士呢 今晚将反港 中共加强打压反日的示威 在中国各地呢 都发起了反日示威行动 反日气氛的升温 而日本当局呢 关押了14名保调这个保调船人士呢 将在17号晚上 也就是星期五晚上呢 返回香港 那香港的保调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那陈淼德表示说呢 获得港府官员的通知 保调人士有望星期五傍晚呢 抵达香港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件事情的结束的状况 而为了避免反日情绪升温呢 中共当局却加紧了打压 除了删除网上呼吁反日示威的口号之外 17号还开始带走在北京的 日本驻华的大使馆门前示威的群众被保调人士批评为软弱 他其实不是软弱 他是怕所有的人员 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个理由能够在街头聚集在一起 当这个理由人聚集多了之后呢 一开始是反日 反着反着就该反共了 他怕的是这个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他根本不是软弱 他是借助这条消息要转移国内的目标 转移他试图通过谷开来的案子 这样的做法呢 掩盖着中共真正内在的邪恶 其实关键的问题在那 根本不是软弱 而是老百姓的抗日爱国的这种行为呢 这种想法呢被他利用了 而在当被他利用的时候 他又惧怕我们内心当中这种真实的情感的披露 这种表白呢 当汇聚到一起呢 人们发现真正的罪恶是中共的时候呢 他又惧怕这一点 所以这就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样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